今天我們要跟各位介紹一種水果 那這個水果在去年吧 我們也有跟各位介紹過 那個我們伊甸園也有種植過 但是我們一直都是用盆子的方式 那後來可能第一次接觸了 後來種沒多久之後就宣告失敗 那個根系有爛掉 然後結果就死掉了 那今天呢 我們再來取的這兩顆果實 然後準備幫他取種子下來育苗 那育苗之後呢 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育苗完之後 我們打算帶到我們的新園區裡面去做一個地址 然後讓他在那邊繁殖 好那今天到底要介紹什麼水果呢 就是手上這兩顆 燈籠果 燈籠果 那這是日本品種的 又叫做黃金梅 黃金梅 它營養價值非常的高 那有些人呢 將它做成一種小果乾 小蜜餅小果乾 那這個東西呢 很特別 我們台灣也有類似的東西 應該是算是野生種 那叫做 台灣小朋友啦 小孩以前我們年紀小的時候 常常摘來吃 我們都叫它 拋啊 叫它做拋啊 那就是因為呢 我們採下來之後 按下去 一聲 那裡面有小薑果 那這個小薑果呢 的果實大小 比這個還小小很多 我們現在把它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這個果實蠻大的 這個果實蠻大顆的 就是燈籠果 這個日本品種的 叫做黃金梅 這兩顆呢 還不是很成熟 所以它的表皮上面呢 還不是非常 不是非常的鮮黃 等它更成熟的時候 它是非常的黃 這裡的顆 這是同事呢 前幾天呢 送給我的 那我今天呢 拿出來跟各位 讓各位看一下 那我這次呢 我這個味道很香 我現在把玩在手上 就可以聞到 它的一種椰香的味道 甜甜香香的特殊香味 椰香的味道 很不錯 我先把這個 它的外面的一個 一個 這個什麼 這個 拿掉 這個保護它 這個叫什麼 這個怎麼形容它呢 再查查 先把它拿掉 然後這種東西 如果有 照顧得當的話 它每一顆 可以達到 十來克 十克到十三 左右 這還算小 那我們這野外的 那種小的燈籠果 台灣野生品 那種小燈籠果 可能大小不到這個的 四分之一 可能不到 很小 那這個蠻大顆的 那我們今天呢 就打算呢 幫它取種子 取種子 然後我們打算呢 幫它做一個育苗 然後之後 種到田裡面去 栽培讓它在野外去適應 OK 那我現在先把這兩顆果實呢 先 拿去洗一下 好了 我們把這兩顆燈籠果呢 就黃金鎂呢 已經洗乾淨了 那我們現在呢 要把它取種子出來 我們用這個刀子 這用菜刀 把它切開 我們先把它切開 讓各位看一下 裡面的樣子 很不錯 很紮實感 然後都是水分 吃下去很香啊 聞起來非常非常的香 好香 非常香 那裡面有很多的種子喔 我去拿那個 小刀來挑一下好了 好 那我們拿了這個叉子呢 我們來幫它做取紙 取紙的一個動作 好 這個 東西先放旁邊 我們取完紙之後呢 幫它放在這個衛生紙上面 然後去幫它做一個培養 可能會先幫它做一個 放在那個培養土上面 蓋一層薄薄的培養土 讓它去發芽 這裡面種子還算蠻多的 你看 把它放上來 應該要用這個 這樣一攪 攪貨攪貨 它湯汁整個湯汁整個水都跑出來 你看 很多 裡面水分非常的充足 聽說它維他命C非常的足夠 好像吃幾顆喔 你一天的維他命C的一個量就夠了 好 我們把它 讓它滴到這個衛生紙上面來 我們等一下再近拍給各位看一下 種子小小的 好大致這樣應該就夠了 那我這個 取完紙的這個果實呢 我吃看看 酸酸甜甜 椰香味 很好吃 很不錯 我們這邊一樣 再把它取一些紙出來 這如果放得更黃 然後味道更濃郁 味道更濃郁 我們要把這個弄 弄全部弄到 渣 不要讓渣 掉下去 我們把它用成 水狀 然後把它放到衛生紙上面來 等一下我們要取紙的話 比較方便一點 OK 嗯 再吃掉 很好吃 那這顆呢 比較小 成熟度 也還不太夠 所以這顆吃起來可能會比較酸一點 我就拿給我的孩子吃看看 來 這是燈籠果 又叫做黃金莓 日本品種的 你看這顆 裡面也是 很漂亮 來吃看看 你一個 媽媽要不要 有 來 好 那兩個都給你 因為這個還沒有很成熟 所以這顆可能會稍微有點比較酸酸的 但是它香氣很濃郁 然後我們靜看一下這果種子的樣子 就很濃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